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芬兰正式加入了北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从贝格说 由于芬兰加入北约成为了第31个成员国 北约变得更强大了 而芬兰也更安全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北约组织和芬兰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对北约来说加强力量的大好事 但是在事实上北约的成员国扩大了 未必是铁板一块 未必它的能力就更强 因为我们知道在芬兰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 或者是说芬兰和他的邻国瑞典是想绑在一起 同时加入北约的 就从两个中立国变成北约的军事成员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土耳其和匈牙利是投反对票的 因为要求他们 就是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或者是在对土耳其的政策上 要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芬兰做出了这样的相关的让步 所以这个土耳其和匈牙利都表态 就是同意 芬兰加入北约组织 而作为瑞典 现在他还没有做出让步 或者他让步的程度还不够 所以他就不能在这个时候 与芬兰一同加入 这个北约组织 而美国和西方的其他国家 是希望瑞典尽快的加入北约 来扩大他的军事实力 如果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 对土耳其或者匈牙利进行施压 让他们尽快的通过 那么即使是土耳其和匈牙利 就是在压力下通过这样的决议 再扩大成员 但他们心里还是耿耿于怀的 因为你的北约成员国里 在支持其他的组织 或者是这个团体来反对县政府 那他心里能过得去吗 他们势必在执行一些 就是北约的军事任务中 或在总的北约的 对俄罗斯的围堵当中 他们是有二心的 所以未必成员越多 他的这种能力就越强 其次芬兰加入了北约 表面上看他成为北约成员国 按照第五条的这个规则 如果他受到了侵犯 那么其他的北约成员国 应该视为自己也受到侵犯 来帮助芬兰进行作战 我们知道芬兰他是面临着北极的 同时呢 他和俄罗斯又有一千多公里长的 这个边境线 接着如果他作为一个中立国 实际上美国和北约 并没有对他采取什么威胁 或者要打击的 这种意向 因为他们是把芬兰作为伙伴国 来看待的 而作为俄罗斯认为他是一个中立国 也没有对他进行侵犯 或者是军事威胁的这种意图 现在他加入北约以后就不然了 身份变了 那他和俄罗斯有一千多公里长的 这个边境线的接壤 俄罗斯马上明确表态 如果你加入北约 如果北约在芬兰进行驻军 如果你对我进行威胁的话 我要把更多的兵力调到 就是俄罗斯和芬兰的边境上 那他的这种安全环境是更好了呢 还是更糟了呢 况且我们看到 当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皮油弹以后 那么俄罗斯作为反制 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到了白俄罗斯 也就是离波兰更近 离这个德国更近 因为美国在德国 还有意大利 比利时 荷兰啊 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那俄罗斯是作为反制的 如果芬兰现在加入北约以后 那俄罗斯除了在西北这个方向增加兵力 就是应对芬兰以外 如果芬兰再把这个北约的军队啊 让他们驻扎在芬兰威胁俄罗斯的话 那俄罗斯可能把战术核武器也要推向啊 这个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 因为这个核武器啊 是俄罗斯最后的底牌和他的一个盾牌 因为他要面临这么多的北约国家 如果仅仅靠自己的常规兵力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看芬兰现在加入了北约以后 特别是如果北约提出在芬兰驻军或者搞大的军事行动以后 芬兰的安全是否更好了吗 即使啊就是芬兰和这个俄罗斯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北约的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就是芬兰来打仗啊 甚至是出兵到芬兰 但是你想如果一只狮子和一群狼啊 在打架的时候 那这片田地啊 也就是战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两头大象在一个房间里边打架的时候 那么房间里边的这些家具这些物品会遭到什么样的破坏 那么芬兰即使是啊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国家当做一个战场来使用的话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是更好呢还是更糟呢 所以不要看自己啊 现在加入了北约好像是有了这个北约的保护伞 但是他的这种地位的转变和他这种国家啊 就是整个在外交上和这种啊 就是地缘政治的选择上的变化带来的结果 或者说未来的情况啊 只有就是穿鞋的人知道这双鞋的大小到底舒服不舒服 关于这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